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金价上涨高雄市动产职借所 二月调高了黄金职借标准到每钱5000元 由于黄金的买进卖出差价高 再加上金市有多半都是具有纪念的意义 动职所就建议民众 如果只有短期的资金需求的话 不妨采取质押黄金的方式暂时周转 有机会再赎回 动产职借所的粉丝专页宣布 二月起调高黄金职借金额到每钱5000元 创下近年来新高 也就是说一两黄金能够借到5万元 每个月利息450元 蔡经理表示职借金额攀升 意味民众能用黄金借到更多的钱 如果只是短期资金需求 可以考虑比把黄金卖掉 一来金市多半具有纪念意义 再来黄金买进卖出差价高 一旦卖出可能要花更多的钱 才能够买回来 你现在外面的行情 一两的黄金 你可以你要买的买价是8万块钱 但是现在你要卖出去只有7万块钱 所以其实价差这么大呢 我给民众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些黄金 是有经验价值的 或者是说你真的只是一个 临时性的资金需求 你不需要一定要卖它 卖掉它 其实你是可以留下来 然后用直接的方式 因为价差有一万块钱这么大 其实不需要卖 那我们现在一两都可以借到五万块钱 那我想民众可以自己去思考 这个黄金 你是不是应该保留在身边 另外高昂市动产直接所 在还款缴缴席方面 也推出许多便民服务 我们在缴席部分 我们可以用ATM专张缴席 它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 我们还推了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给你还本方便 你的还本呢 你可以每个月每个月 或者是你每一次 你每一次想还都可以 最低都可以让你还一千 你就慢慢还慢慢还 其实在你的不管是缴席方面也好 或还本也好 对民众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 蔡经理表示长期来看 金价应该还有上涨的空间 而这次调高黄金值戒 就是反映国际金价波动 民众如果急需用钱 手中也有黄金的话 不妨考虑来全台为二的公民当铺 暂时周转 一旦手头变宽裕 再来把黄金给数回去